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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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阿嘎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呢,我要來介紹這台 我身後的 2012年是 RX450H 油電車最頂級版,新車當時 285萬 那今天,我就要來跟大家 公布這一台 RX450 新車285,現在 打折,打到骨折 現在是賣多少價錢 影片的最後才會公布價錢 那我們就進入正片吧 這台RX450H 引擎是六缸的自然進氣 最大馬力在 249匹 6000轉的時候 有這個馬力 變速箱為CVT 附六速手自排變速箱 一公升平均油耗為14公里 車重約兩噸重 排氣量是3500CC 總年度稅金 排燃稅是36860 這台車 這台車是行駛12萬公里 那都是在原廠做保養 也是一手車原版件 然後這台車 有配備棉藥石啟動 跟摩門 那基本上我們這裡 電速也會有 然後駕駛座正副駕 都有一個電動座椅 這個是記憶的 那 這邊有按鈕是電動尾門的開關 那這台車也有電動尾門 那我個人是覺得 我蠻喜歡Rancers跟Toyota車系 就是因為它這個自杯架 都有蠻多個的 我覺得像我這種很愛喝飲料的人 就對這種車我蠻喜歡的 會有很多老闆喜歡買 就是因為這個安全性 它這個側柱AB柱 都有這個安全氣囊 那我們的副駕跟正駕 也都有一顆 喔 氣囊 安全性蠻好的啦 就是很多安 那這台車頂級版 也有這個 通風座椅啊 正副駕都有 就是吹腳趁的啦 它有1 2 3 三段回調 那這個排檔桿的部分 它就是PRND的 然後附6速的 手排變速箱 那這中間這個S 就應該是運動模式 點擊吧 有這個 抬頭顯示器 閃爍的那一個 我覺得這個抬頭顯示器 算是蠻貼心的設計 這台車最讚的是 我覺得它有這個 全景天窗 如果載那個小孩出去 看夜景 看星星 這個真的是 蠻大一片的 很有氣氛的感覺 那它一樣是一件 就熟了 那這種天窗 它是沒有上線的 所以它只是讓你 看天空 影音的控制鍵 是在這一顆 還有一個滑鼠 真的是蠻可愛的 那這邊 它可以去做 切換 原廠影音導航的部分 冷氣也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測顯 原廠的 這裡有設置一個按鈕 我們可以去做 切換看側邊 輔助的功能 這台車的後座也有側邊有 放飲料的自備架 然後跟中間 後座這裡有兩個 所以前後加加 在前面跟後面應該有 八個飲料杯架 真的覺得這個設計太棒了 那這台車的後座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還蠻大的 像我現在關起來 這裡還有一二三 也是差不多 三顆拳頭大的寬度 然後它有一個後座出風口 這是給後座吹冷氣的 像這個後座 它可以完全打 像這台車 碎金 其實 我覺得是比較重一點 畢竟台灣 中華民國 萬萬歲嘛 那但是 我曾經也問過一位客人 那就是 覺得說 碎金其實還好 他們主要買的是 休旅車的安全性 那覺得說 性命比 錢還重要 我也認同 還有一位 跟我買的這台RX 在去年 也是一位老闆 就說這台車 他看很久了 就是覺得妥善率 蠻高的 就只有大電池 的問題 耗材嘛 穩定性 跟這個安全性都有 我個人開過RX 因為那時候 畢竟有幫他整理車子 開的路上 其實就是 蠻穩定的 遇到一些骷嚨 都沒有感覺 很適合睡覺的一台車 很適合睡覺的一台車 RX系列呢 其實在新車都一直在出改款 那也陸續出到了現在 現在也是新車有停產 準備要出最新的車款 RX系列 油電車 它畢竟就是大電池的問題 原廠像這一台RX 它也是 陸續大電池都有在便宜下來 現在9萬左右 就可以換到原廠的電池 而且也有保固 因為畢竟大電池的問題是 大電池要加整流器 去做更換 開車才不會去亮電池燈 因為我以前也有幫客 換過外廠的電池 整流器沒有更換 去也是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切換到 油電的 電的模式 可是大電池 一顆可能9萬至10萬 它油電 電的部分 有幫你省了很多油錢 我賣車的時候 常常跟客人說 沒有一台車其實 十全十美 完全沒有缺點 那能多看優點 少看缺點 今天缺點你能接受 購買這台車 如果不能接受 就可以考慮別款車 不一定要執著這台 影片差不多 就介紹到這邊 這台新車是285萬 當時啦 新車價 2012年是 僅跑12萬公里 算跑少 那也是原廠保養原版件 只要43.8萬 就可以擁有這台車 打了蠻多折的 如果還Care說電池 跟這個穗機 那我覺得 真的可以考慮別款車 這已經算是CP值蠻夠的車啦 配備什麼都有 可能就缺了一些 比較科技 新的配備 那是什麼 明鑰匙 那些 等等的 都有的配備 那希望我的影片 對有想買這台車的人 能夠提供一些參考 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